先来看一下台湾因为今天高压回流持续的影响 加上风前暖气的关系 所以昨天的高温今天延续下去 穿搭的衣服的增减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面蠢蠢欲动的就是北方的极地冷空气 慢慢的要下来影响台湾的天气 今天入夜先是风便扫过之后 明天后天周末假期 在高温的部分 北台湾骤降10度以上是绝对有可能的 就是一件厚外套或者是厚衣服的差距 这个衣服的穿搭跟保暖要格外的注意 尤其昨天在高雄的弥陀区出现了33.3度 台北也将近30度 这真的很像夏天的感觉 明天一秒再度回到了原本该有的冬天 所以大家对于温差的部分 尤其老人家清洁转疾病的患者 都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健康跟安全 来看一下温度降雨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水气跟昨天一样 都还是蛮少的 看到阳光的比例都蛮高 东台湾因为东风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地形上的浮回雨势 但非常的零星 基本上天气都很稳定 游气高温 还是都会来到30度左右 日夜温差都有10度上下 所以衣着的穿搭跟昨天是蛮类似的 如果要真的穿短袖也还OK 但是入夜清晨包长袖比较重要之外 明天后天北部东半部地区的朋友们 希望你把厚重的长袖的外套把它穿回来 因为湿冷的感受会格外的明显 冬物特报今天发在了嘉义 云林跟马祖三个地方 西半部橘灯到鸿亥的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是空气的品质的部分 所以格外注意敏感族群的患者 入夜之后就要变天了 刚刚说到了封面先来 明后天就是冷气团的这个达标的标准 所以气象署也针对了周末的时间点 做了一张图卡 很清楚的周末风大转湿冷 尤其北台湾东半部水气 从今天入夜到明天开始的增加 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 会有一些临心的短暂震雨 所以这一波的降温 北东虽然比较明显 但是中南部地区一样 温差变大之外呢 在山区的附近一样也容易有一些短暂震雨 周末周日的时间点最冷 你可以看到呢 北台湾低温来到12到14度 空旷地区来到10到12度 都是有可能的 在冷气团的标准 这不是未来最冷的 因为一周会有两波的冷空气 明天这波只是冷气团的标准 在下个星期三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线上的图卡就知道了 在下周三四呢 有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不排除来到寒流的等级 所以未来七天跟之前的七天 有两波热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马上回到了冬天 你可以看到一周 有两波比较明显的降温 第一波在明天后天 第二波在下周三开始 所以中间有一天多的空挡 是冷气团减弱 然后下周三水气又来了 幸好是先湿后干 所以在干冷的情况下 有可能在清晨来到了北台湾10度上下 就刚好是寒流的达标的标准左右 所以各位注意 下一波的冷空气 比明天这波还要再强 未来几天 厚重的衣服跟外套 北台湾东半部要格外注意之外 中南部地区也有明显的降温 都要格外留意咯 希望是今天这种银竹